好,那我們在雕塑的時候,其實會有一個狀況,會有這個需求 使用這個select face 不是object,select face的方式 然後 好,比方說把手背選起來應該開對稱比較方便 再來一次 好,比方說我選這樣子的部分 它是可以做到隱藏的操作 應該是在Display HighSelector 可以這樣子雕塑 不過它隱藏的是你最基礎的面 所以你看到它切斷是這樣子 好,那 所以如果你需要雕的時候可能也許跑不動需要這樣子 不確定這樣會不會提升效能 因為 我大部分的時候會用到的時候是 比方說我要雕一下 那或者雕這個內側會擋到 才會去開這個工具 那你就可以這樣子去 操作 但是看不到 看不到 不代表它不受影響 看不到 不代表它不受影響 只是說 用來遮掉 比方說像這個地方 我需要在這裡做操作 然後還有一個 這個圖沒有弄清楚 事實上這裡應該有 大概有這麼長 然後 這個也是大概有這麼長 這邊 是 然後其實有五條 所以 還少 其實應該 大概有五條 然後大概排這個樣子 就是 這個 這個側面像鯊魚的 騎片 這個應該要五條 所以這邊 就會變成需要 大修改 好 OK 那 其實 也還好 就是 然後這邊會是這個 一樣的 這要跟這裡接上 我現在只是簡單的 把我要處理的部分弄起來 那 因為如果不這樣做 我看不到這裡 很難操作 一方面 這可以隱藏 那個 目前不需要的部分 一方面 是 因為 不能雕不到這裡 很麻煩 所以可以這樣子的 做簡單的處理 但如果你要這樣畫 就要注意了 就要注意了 因為那邊是看不到的部分 所以 Display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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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有,然後我的Layer呢? OK,沒錯,這一層 那我們也可以順便檢查一下 不是Object, Face 如果我把這裡先隱藏 然後等一下我就來雕這個位置 如果你有這個問題,發生會有這個需求 我覺得是,你要搭配兩個操作 Select加Freeze 就這兩個要一起 選舉跟Freeze要一起處理 然後,這樣在畫的時候才不會 先把它Freeze on 所以現在我只有這裡,把它Display,開Selection 好,隱藏這邊 那,我們就叼叼看這個地方 看看會不會產生 什麼問題 好,Display,修喔 好,摺掉 那,所以隱藏的部分不會被刷到 因為以前的,我記得早期的版本隱藏會被刷 好,那現在不會了 那你也可以拿它當做一個 處理的方式 處理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隱藏的 量夠多的話 應該是可以 提升操作的效率 好,那最主要就是 就是,比如說我現在要叼這裡 那,根本怎麼轉都轉不進去 你可能隱藏一隻腳 好,然後 就不開對稱,叼 開也一樣啦,開也沒關係 反正另一邊不會影響到 然後再使用 對稱功能 鏡像那個Layer的資料 好,目前我們的資料是鏡像的 所以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那只是如果 你的需求上 也需要再更進一步的 鏡像處理的時候 就會 需要這一部分的調整 然後 雕塑的時候 身上的細節 其實你也不一定 全部都靠Vox筆刷 偶爾可以去切換到這種 好,相當筆刷還是會用到的 如果你需要比較明顯的一些 好,像說我按著Ctrl是T 好 那不按Ctrl是O 這樣也可以消出一些紋理 好 那當然那個通常是在 比較後期的時候的應用 因為 這個也還是可以用 好 這個 讓 再 再打高一點 然後 Fall Off 選這一個 B 大概這個大小 再大一點 這樣 好 再大一點 好 這個 還是可以 在 因為用這個 雕的話呢 你如果一直用這個 反而 呃 因為它是 向量筆刷 然後不是Vox Vox可以堆 可以擀 這個 這個 雕過去 比較沒有辦法做到那樣 所以適合 適合用在最後面 才來處理這件事 好 像一些如果你需要 好 這裡好 再凹進去一點 好 在這種地方才在加 這樣的處理方式 那如果這一體要鼓起來 這個把它打開 好 我要強化那個邊緣 我可以用這個來做 呃 彌補 當然不一定是用那一個 這個也可以 好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那當然 呃 效果都可以用 只是在打底的時候 我還是建議使用Vox 然後 Fall Off要再設一個 好 可以 呃 再補充一下就是一個 是Display隱藏的部分 跟 呃 一些 比